可是我今天有什麼記得來 李佳彤說 大概只有笨蛋才會上PTT 董事生說 他最瞧不起鄉民 就是一堆 大學生最不要臉的一群熱色 整天在那邊PO網 根本不必聽 很多人都不喜歡鄉民 卻鄉民只是一群社會的loser 什麼都煩 什麼都酸 什麼都想批評 抗議 所謂鄉民的正義 就只是在臉書上面挨個讚 挨個分享 以為這就是正義 很多都看不起鄉民 我更慘 我是鄉民最瞧不起的TTE 但是我今天出來了 厚著臉皮出來了 我都平常都在電腦前面 打掃槍 按讚的鄉民也出來了 很多根本不用電腦的爸爸媽媽 也出來了 為什麼我們要出來 為什麼今天我們要站出來 我知道 大家最近 已經看了越來越多的電視節目 新聞報導 談話性節目 甚至是綜藝節目 不停在談論 洪中秋這個案子 開始覺得有點煩 有點膩 開始想 我們是不是還有更重要的新聞沒有報 我們是不是應該關心更多 更多的其他社會的新聞 我們是不是浪費太多社會的資源 在這個案子上面 有嗎 沒有 他們說我們720已經搞了一次遊行 還不夠嗎 為什麼還要再搞一次 是不是沒有更重要性更夠 現在台灣全部的媒體社會力量 都用這麼強大的貫注力在監住這個政府 但是這個政府交給我們什麼樣子的報告 一下子說 報告學長 畫面沒有刪除 一下子說 報告學長 沒有畫面 一下子說 報告學長 都是黑畫面 一下子又說 報告學長 怕打雷 所以足跡關機 一下子又扯 嚴久失修 一下子又唬 滑鼠壞掉 說要重新開金 幹 滑鼠都可以壞掉 我家的部長 重新開金 只要30秒 國防部 重新開金要80分鐘 後來 用規則 最新的說法是 報告學長 插頭不小心拔掉 在所有社會媒體資源 這麼慣性的情況之下 他告訴我們 他插頭 拔掉了 他插頭 拔掉了 我 不管拔什麼插頭 拔下來再插回去 只要10秒鐘 他拔回去 插進去 要80分鐘 政府就是一直用這種小手戰術 厚言無辭 天生倒是在那邊唬爛 愚動所有人 政府就是在等我們 對這新聞疲勞 等我們 對這新聞感到反感 政府居然有膽子 在等我們 反省 洪仲秋這個案子 浪費太多社會資源 到底是誰在浪費社會資源啊 我們今天大家都來了 我們都是一群不完美的人 我們有時候走路 過馬路 不會走斑馬線 我們有時候會熬夜抓愛片 有時候會偷偷看隔壁同學考試的答案 會抄他的作業 我自己在公里六口的時候 也不喜歡千繩子 我們都不完美 但是我們今天都出來了 我們不敢 說我們就能夠代表正義 但是不完美的我們 心裡面還是有共同相信的事情 有些事情超越我們的底線 有些事情我們就是無法忍受 我們沒有辦法假裝不看見 我們內心最基本的良知 但是面對沒有良知的政府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至少已經 從過去的一些教訓 得到一些經驗 我們知道 一些事情 我們知道不管我們在聯署上面 按幾萬個讚 幾十萬個讚 都沒有用 我們不管在聯署上面 分享幾篇 有疑點有爭議的文章 都沒有用 我們甚至證明了 720我們接下來 請國防部副部長 接下陳請出之後 非常有禮貌的轉身就走 也沒有用 都沒有用 面對這種厚臉平的政府 面對這種不敢有真相的國防部 我們只剩下一種武器 但就是告訴他們 我們可以再出來一次 我們不會只是在網路上面怒吼 按讚分享這一群網友 我們不冷漠 我們不自私 我們會站出來 我們會站在街頭 對大叫 在這個事件之前 我跟你們一樣 我都不認識 洪仲修 但是以我們的良知 我們今天都站出來了 聲勢力竭 為一個數位平生的陌生人之時 改變上百萬個數位平生的陌生人 在軍中未來的命運 今天 大家都來了 沒有政黨 沒有顏色 只有凱達個人大到前面的一片雪白 我路上面有一句很賤的話 他說 外人想應 一人到場 我們很驕傲 今天你跟我 都是那一個人 嗚 沒有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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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還給我們的張補庭 還給我們的國防補庭 其實我們公民1985行動聯盟 原來只是一個39個人的團體 到上次 包圍國防部的3萬人 一直到今天 現場的十五萬人 一百塊錢的捐款 兩百塊錢的勾買我們的貼紙 一瓶水 一個便當 我們點第一袋心頭 我們晚上開會是從十點開始 半夜三點結束 我們就是為了正想 我們就是為了正想 可是 我們的國防部 我們的馬總統 用這種服務員的態度對我們 你生不生氣 生不生氣 接下來 我們要歡迎我們1985行動聯盟的發言人代表 一起來告訴我們 我們1985行動聯盟 共同的心聲 民主黨 流友 我希望她們能夠 我們十分之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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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